魔道祖师 作者莫香同秀 第十九章 担心 三 苏舍蹭地拔出了佩剑 魏无羡用两根手指把剑锋剥开 微笑道 做什么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的灵力尽失啊 你这样威胁我有用吗 苏舍举着剑 刺也不是收也不是 一咬牙吐了一口血 终于强力破除了静岩树 可一张嘴 声音沙哑犹如苍老了四十岁 你们针对我翻来覆去 寒沙射影是什么 我这是在寒沙射影吗 那我再说得清楚些 你们失去了灵力 一定是因为做了同一件事 什么事呢 杀走尸 杀走尸的时候 这位莫林苏氏的苏宗主和你们一路上来 他装作是欲擒退魔 其实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战曲中的一部分篡改成了一段骇人的旋律 你们在浴血奋战 而他表面上和你们一同战斗 却在暗地里下了阴手 你含血喷人 在场姑苏兰氏修情的不少吧 你们方才上山的时候 莫林苏氏所奏的战曲是不是有错 端坐在殿中的朱明蓝氏情修 思索了一阵 一人道 当时战况激烈 我等实在没有精力再去注意旁人谈的是不是精准 文言 苏舍面色稍记 拦起人却忽然道 确实有几处不对啊 别家有人疑道 这世上当真有这么邪门的曲子 听了就能让人失去灵力 魏无羡道 怎么没有啊 情声能退魔 为什么不能造邪 有一本东营的秘曲集叫做《乱破抄》 里面抄录的都是东营之地流传的邪曲 连杀人的秘曲都有 让人暂时失去灵力 又为什么不可能 蓝启仁老前辈就在这里 你问他 姑苏兰氏的藏书阁下《禁书室》中有没有这本书 定了定神 苏舍冷笑道 就算有这种曲子 当年我在姑苏兰氏学艺的时候 品级不够 根本进不了禁书室 无缘见得 后来我也不曾迈入云深不知处一步 这本书更是闻所未闻 倒是你 对这乱破抄如此熟悉 又和韩光君亲密一场 岂不是比我更有可能接触这部书吗 我可没有当着这么多面的人演奏什么曲子 谁说一定是你能进禁书室 你主子能自由出入不就行了 篡改曲谱的伎俩大概也是他教你的吧 能在云深不知处出入自如的位高权重者 苏舍的主子 不必严明谁都知道 只有脸方尊了 笑话 脸方尊让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已经是统领百家的先都 又不需要争权称霸 让这么多人前来送死 他有什么好处 若真是没有好处 他也不会让你三番两次 扮成个鬼鬼祟祟祟的雾面人来抢侍风尊的尸体和鹰腐狐的残剑了 你主人打的好主意 四下抓捕各家的弟子 把这么多人都引来乱葬纲 螳螂补缠 黄雀在后 他自己借口受伤不来必闲 和你理应外合 一个用携取拜人灵力 一个用鹰虎符操纵凶尸为山 最后 上千人全军覆没在我的地盘 说不是我下的手 谁都不信 对不对 你们也不怕撞上我 反正魏无羡臭名昭著 心仇旧恨一起上 群情激愤之下 谁会听我的辩解呢 说不定还再次引得我杀性大发大开杀戒 还省得你们亲自动手了 一面之词 你出身孤苏兰氏 身为外姓门生 靠着剽窃模仿本家的秘迹建立了自己的家族 你知道 孤苏兰氏中许多人都对你的莫林苏氏心怀不屑 于是你就利用了这份不屑 携取虽能害人 但对于演奏者的灵力也是有要求的 光是你一个人 当然没有办法奏出让千人都失去灵力的邪曲 所以你带来了莫林苏氏的所有情修 让他们与你合奏 在场各家 只有孤苏兰氏可能听出不对 然而就是因为他们不屑于你 就算是注意到你弹错了战曲 也只以为你学艺不经 误人子弟 既然你信誓旦旦的说这是一面之词 那你敢不敢现在当着我们的面 把莫林苏氏之前上山驱魔退邪的那战曲再弹一遍 蓝湛你就别听了 我听着就行 反正我修轨道又不需要邻里 没了也无所谓 蓝起人也站在这里听着 如果苏社现在谈的和刚才不一样 立刻就会被揪出来 伏魔殿中的众人 悄悄地离莫林苏氏的众人越来越远 不知不觉地腾出了一大片的空地 将他们孤立在中间 魏无羡道 不肯谈哪 好 没关系 你不如看看这是什么 他从怀中取出两张泛黄的纸张 晃了晃 只让人隐约看到上面寄的是曲谱 你以为之前在精灵台我们真的无功而返吗 同镜之后的密室里 金光瑶藏着的两张从乱破钞上撕下来的残叶 已经被我们找到了 只要拿给蓝老前辈看一看 让他遍一遍里面有没有方才你揍过的旋律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你撒谎 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随便乱写的曲谱用来污蔑 难道我还整天带着两张曲谱在身上 准备随时拿出来用 反正你又没撒谎 让蓝前辈看一看不正好还你清白吗 苏舍原本怀疑有诈 但见魏无羡满面的鬼笑语气督定 蓝起人接了过去 看得眉头皱起心中一锦道 蓝前辈 当性有诈 说着伸手去夺那两张纸 而正在此时 碧城的冰蓝色剑光向他袭去 苏舍腰间的佩剑出窍格挡怒道 卑鄙 挡了一下他才忽然发觉 上当了 苏舍的佩剑名叫南平 此时与碧城相机 银色的剑身之上正流转着暗红色的剑光 分明是灵力充沛 魏无羡一下子把两张纸折了重新收回怀中 哑然道 我没看错吧 你居然还有灵力傍身啊 恭喜恭喜 不过 敢问如果不是图谋不轨 你为何要隐瞒自己没有失去灵力的事实呢 这两张纸 自然不是从精灵台上搜来的乱破抄残业 而是蓝忘机在禁书室里手写的金光瑶谈过的古怪旋律 当时 蓝忘机留了一份给蓝西辰对照查看 魏无羡则顺手把他和蓝忘机的那两份收了起来 戴在了身上 方才刚好拿出来骗人 让苏舍一律焦躁 再加上此前他故意言语嘲讽 反复的刺激 苏舍果然已经是心浮气躁 最后 不需为无羡出言提醒 蓝忘机突发一试 苏舍便彻底漏了底 原本倒也是可以直接对苏舍动手 逼他出手防御 暴露灵力未失的事实 可若不是一步一步的引苏舍自己露出马脚 再将来龙去脉点点滴滴的告诉旁人 效果恐怕就没那么好了 苏舍见意识大意 被探出了底 和蓝忘机拆了几招 顿感吃力 刚想腾出手抓个人质 却立刻就被魏无羡看破了意图 当心 他要抓肉顿了 众人纷纷闪避 其实倒也不必 因为蓝忘机动起手来 就和魏无羡说话一样 步步紧逼不留余地 苏舍不得不全力应付 才能不落于下风 他亮亮呛呛地退至台阶前 低头一看 眼下正是红色的皱镇 蓝忘机神色一宁 魏无羡心道 糟糕 他要破坏刚刚补好的阵法 果然 苏舍咬破舌尖含了一口鲜血 噗地往地上喷去 密密麻麻的血迹 掩盖住了暗淡不清的皱镇痕迹 蓝忘机顾不得再与他缠斗 左手避沉锋芒一画 重新绘图 苏舍则趁机摸出了一张纸服 往地上一摔 一阵蓝色的火焰和浓烟滚滚冒起 传送服 那多次出现的雾面人 果然就是苏舍 魏无羡蹲到蓝忘机身边道 怎么样 蓝忘机用流着血的手指 在地面上描画了一阵 摇了摇头 心血已经彻底覆盖 并破坏了原来的皱镇 补不回来了 魏无羡把他的手拿了起来 用自己的袖子擦去了上面的血和灰道 没用就别画了 阵法僵破 遥遥欲坠 莫林苏舍那群门生面色淡然 看来苏舍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弹的是错误的曲子 也没告诉他们避免自己失去灵力的法子 也就是说 在原本的计划里 这群莫林苏舍的门生和旁人一样 都是要去死的 他们生怕旁人心生怨恨 要找他们报复发泄 挤成了一团 然而扶摩店内早已是一片惶恐 根本没几个人顾得上报复他们 几名家主抓住自己的儿子 叮嘱道 待一会群尸冲进来 你保护住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无论如何也要活着 知道吗 精灵听着一阵肉酸 然而他心底也有点期待 自己的舅舅对他说这句话 但等了半天 也没见他有所表示 忍不劲的使劲瞅他 江城终于把目光转了回来 阴霾危散 却皱起了眉头 你眼睛怎么了 没怎么 精灵颇为不快地打倒 魏无羡正在一旁 低声地和蓝望姬商量 一边撕下一端干净的袖子 给蓝望姬清理包扎手上的伤口 两人似乎说了什么 正点头时 背后突然冲出了一道身影 披肩看来 二人轻飘飘地闪开 魏无羡定睛一看到 怎么又是你 又是那名在不夜天城 因他而失去一条腿的男子 他双目微红吃剑道 魏无羡 你刚才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信 事情败露宿舍都亮剑了 而且都逃了你还有什么不信 我不信 你说的我都不信 仇恨会蒙蔽一个人的双眼 他绝对不肯承认 有利于自己仇人的东西 蓝望姬看了看自己手上包到一半 还没有打结的布条 右手伸直一弹 一声惊实之响 徒手弹开了那名男子 鲁莽的剑锋 那中年人倒在了地上 人群之中又奔出了一名少年 正是那父母双亡的年轻修士 他盯着魏无羡恨恨地道 魏无羡 你别以为你 你手上血债累累 我们终究是要讨还的 魏无羡给蓝望姬打了个结 道 还 是 我是手上血债累累 不过你们早在十三年前 不是已经讨还过一次了吗 你们还想讨还什么 无非是要我下场凄惨 以消你们的心头之恨罢了 请问我的下场 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你没了一条腿 我死无全失 你失去了双亲 而我早就家破人亡 被家族驱赶 是条丧家之犬 连双亲的骨灰都没看见一个 江城坐在人群之中 听到这段话 搭在精灵肩膀上的五指 渐渐地抓紧 还是你们恨温氏余孽 可温氏余孽 已经一个都不留了 大部分都死在了摄日之争的战场上 少部分死在了你们给划的那块拘禁地里 最后的五十多个老弱残兵全都死在这儿了 就在你们的脚底下 就死在你们的手里 说吧 你们还想我怎么还 蓝忘机盯着自己手上的那个结 末了终于放下了袖子将它掩住 伏魔殿中一时死寂 伏魔殿外的尸群 已经涌进门来了一波 被温宁挡了回去 可很快又有一波从侧面突入 支撑不了多久了 仇人就在面前自己却无力杀之 再加上被这群非人之物的咆哮唤起了内心的恐惧 那中年男人绝望道 反正这整座乱脏缸已经被凶势重重包围了 今天横竖都是个死 这个仇 谁说今天横竖都是个死了 魏无羡却打断道 他一边说着这句话 一边脱掉了黑色的外袍 不知这人究竟想干什么 所有人都惊疑不定地看着他 黑衣之下是雪白的中衣 蓝忘机拔出剑鞘 魏无羡顺手在壁城的剑刃上一划 低头在自己身上画出了数十道血红的痕迹 赤红色的骤印越化越多 店内的众人越发地摒弃凝神 他们都认得这个纹路 却都难以置信或者说难以承认 添上了最后一笔 魏无羡仰起头整了整衣领 穿在他身上的 此刻已经不是一件白衣 而是一面将所有的凶煞之物 尽数吸引到一个人身上的 招阴棋 感谢观看